教导非洲妇女自力更生 希望她们也能够用双手改变自己的命运 台湾转变生命国际发展协会 到非洲当地教导非洲妇女自力更生 用双手转变自己的生命 我是那儿天嘎天爱话部的法力士 然后我也是看我的肤色照 我是台湾原住民 那其实就是因为游喜是我们创办人 然后去了非洲一趟当志工 然后在当地呢 他越接近当地 然后越深入当地呢 发现到一些很多的需要跟需求 然后他又觉得说 从这个当中他想要更扎根的在那边做事 然后他第一个看见的是妈妈的一个需要 然后还有一些可能是性别上的不平衡 所以他就开始从妈妈开始做起 然后也开始指导妈妈一些技能 然后就是希望能透过技能 能让妈妈他们能够有一个转变生命的开始 因为我们觉得愚昧的给予经费 对他们来讲 其实那都是一个零 就是治标不治本 所以我们希望说他们可以一分根与一分收获 让他们的双手去制造属于他们的未来 所以我们就开始做制造 用当地的布料 然后去制造一些商品 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学习 以及职场呢 也可以创造自己的想象力 还有自己的技能 其实产品的形成 我们是希望说用最简单的 所以这个 我们一开始是用做最简单的耳环 就是震撼线根布 然后其实这个是当地人其实就会做 但是我们把它做得更简便一点 让他们能够更简单去学习最基本的震撼线的风法 然后才开始慢慢延伸出别的东西 那其实我们现在妈妈已经可以做到车缝了 所以开始有不一样的一些商品啊 还有一些包类的东西开始慢慢的再呈现出来了 台湾转变生命国际发展协会 以天爱妇女自助计划 扶持经济弱势的非洲妈妈们 能有谋生技能 让他们一步步靠着自己的双手 带领家庭前往全新的人生 十方新闻 黄慧如郭一文 高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